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 了悟显空为一 即是所谓的理系 或离于一切概念的限制 离于一切造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教的无常观是什么 简单地说 就是如实观想 自己可能在下一秒就会死 作曲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當下就能自在 佛陀見到受苦的人 不會表現出特別難過 並非佛陀不慈悲 而是佛陀生知其因緣果報 對受苦者的因果業力了然於兇 故不表現悲傷或感動 心偏見寂寞 嗨 嗨 快乐之道其实很简单 生活顺紧时 要知道福乐并非永恒 生活不碎一时 视困境为过眼云烟 不要把这些体验看得太认真 要知道苦与乐来来去去变幻不定 感谢观看 如果你的心清静 那么你在任何地方都是清静的 心善是快乐的别名 心善会带来开花成熟的果报 那是长久的喜悦与快乐 现在数据发现 成长于充满爱和情感家庭的孩子 身心发展较健康 并且在学校的学习成绩也较优秀 LAMA GONG CHO SHAN HAN SARE LAMA GONG CHO SHAN SARE LAMA GONG CHO SHAN LAMA GONG CHO SHAN 长久以来 诸佛一直深思着 该如何立身 他们发现 菩提心的利益最为广大 如果众生都能医治菩提心去修学佛法 那么必定会顺利获得最圣庙的安乐 LAMA GONG CHO SHAN LAMA GONG CHO SHAN LAMA GONG CHO SHAN 让生命变为一朵鲜花 也可以让它成为一堆牛粪 你可以让生命成为一点萤火 也可让它成为一颗星星 LAMA GONG CHO SHA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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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学佛弟子在为人父母后 就会变得没有时间休息 LAMA GONG CHO SHAN 有些父母很喜欢控制孩子 不论在生活上 学习上 兴趣上 甚至思想上都要干涉 造成孩子的负担和痛苦 看看佛陀 他怎想控制别人啊 佛陀崇尚自由 他以正法教导人们 从不勉强 也不指使他人 只有自发地学习佛陀 这样才轻松愉快 我愿意的同志 它令人拥有 dalej 激活生 ut Zither Harp 我们不要一下子就想生起很大的慈悲 因为这样会造成压力 一下子就把自己给困住了 我们应从日常生活中去体验培养 Zither Harp Oh Sambhava Shodho Sawadama Sambhava Shodho 当你面临逆境的时候 心情郁闷无助于克服逆境 它不但无意 反而只会加重你的焦虑 感到一种不安与不满的心境 Oh Sambhava Shodho Sawadama Sambhava Shodho Sawadama Sambhava Shodho Sawadama Sambhava Shodho Zither Harp 当一个孩子看到别人的善意 以微笑和爱对他表达关怀 孩子自然感到高兴和安全 Sawadama Sambhava Shodho Sawadama Sambhava Shodho 当孩子看到别人的恶意 意图伤害他 他就被恐惧所笼罩 对于孩子的发展会造成伤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念头升起时 不要把它当作是禅修的缺失 但要认知它是空性的 认它如是呈现 可真起不过那几层的缺失 各所都经意知咋的宋 优优独播放 你或许拥有长寿的人生 但它将没有价值 或许你累积了大量的财富 但它将毫无意义 感谢观看 土地银行005 账号012-001-205-666 012-001-205-666 生重灾食 素食银行 慈悲便当 烟供香粉 药供包香 弱势关怀 不食动物 未人堕胎 患癌症 小珍居室的母亲 退休前是一名医生 曾在妇产科工作 但她在妇产科 任职医师的六年期间 却经常 未人堕胎 你看 我们妇产科医生来了 医生 您来了 小梅 这位是 医生 她一大早就来等您了 怀孕了 是想要来堕胎的 来 进来里面谈谈吧 你怀孕几个月了呢 五十多天了 小梅 你准备一下 等会儿就进行堕胎手术 好的 医生 准备好了 可以开始手术了 好的 来 你跟我来吧 不用紧张 别害怕 就在小珍的母亲 替人做手术时 小珍局势 刚好来医院找她 小珍姐 你来了 小梅 我妈去哪了呢 她今天一来 就去做手术了 是有人生产吗 不是 是做堕胎手术 小珍姐 你在这里等一下吧 手术应该就快结束了 哦 好吧 母亲啊 你可知道替人堕胎 那可是杀生啊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长久以来那要该怎么办啊 没过多久 小珍的母亲便做完了手术 小珍 你怎么来了 妈妈 你刚才又去帮人做堕胎手术了 是啊 怎么了 妈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以后不要再替别人做这种手术 妈 帮人堕胎就是在杀人 那是不人道的行为 也是罪业啊 别说的这么严重 在五十多天还没成人呢 妈 你是医生 你应该知道 胎儿十八至二十五天的时候就有了心跳 到了四十天脑电波就能探测得到 而且堕胎时 胎儿被医生用器械活活肢解 碎骨变成碎块后清理出来 再被当作医疗垃圾处理掉 你难道就不觉得你就像是一个困死手吗 我是一名医生 我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 这有什么错 我工作上的事不用你管 小珍 你怎么了 周姨 我妈妈她今天又替人做堕胎手术了 是啊 怎么了 周姨 你知道不知道 我妈她每天都在帮人堕胎 这根本就是在做违背良心的事 我怕她有一天会遭到报应啊 小珍 你想太多了 然而 最终果报还是来到了小珍母亲的身上 在她妈妈退休后 过一天 小珍母亲突然感觉胸口巨痛 联盟给送去医院进行检查 结果发现竟然得了乳癌 而且肿瘤已经长得很大了 医生 我妈究竟得了什么病 怎么会突然胸口疼痛呢 唉 你妈妈她罹患了乳癌 而且肿瘤已经长得很大了 啊 这怎么可能啊 一个月前我妈妈才做过体检呢 什么病都没有啊 是啊 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肿瘤竟然能长得这么大 这真的让人难以置信 身患乳癌的小珍母亲 在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治疗后 病情非但没有好转 反而更加严重了 最后竟出现血尿 急剧消瘦 精神抑郁 心脏永久性损伤 以及疑侧耳聋等症状 爸 妈最近怎么样了 怎么看上去这么消瘦啊 你妈现在的情况很不好 前几天开始出现血尿 而且医生说 她的心脏已经永久性损失 她还有一次的耳朵也听不见了 爸 我觉得妈之所以会得这种病 完全是因为 以前替人堕胎的原因 我想现在只有多做善事 或者放生才能帮她 于是 小珍和家人便以母亲的名义 祝引大圣经典 广为流通劝说 更劝人戒杀 护生 放生等等 并离情法师 慈悲超度英灵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所以我恳求二位师兄姐帮助 我想为我母亲广修功德 超度英灵 回向我母亲早日康复 哎呀 小珍啊 你妈妈替人堕胎 那可是恶业深重 她罹患乳癌 已经是重罪轻爆了 是啊 你过去怎么没有劝阻她呢 我知道我妈罪业深重 当时也曾劝阻过她 只是她对此不以为然 直到今天遭到恶报 看着母亲现在这个样子 我真的非常难过 可是我流的是眼泪 但那些无辜的冤魂 流的却是血啊 好吧小珍 我们很乐意帮你一起放生 不过你也要教你母亲多多忏悔 以后要更多行善事才行 嗯 好的 我向所有被我母亲杀害的英灵 真诚的忏悔 道歉 对不起 我们错了 因为不明英国 愚痴蒙昧 而对你们造成伤害 我恳求诸位众生放过我妈妈 彼此解怨世节 业绩专心学佛念佛求生净土 勇托轮回之苦 过没多久 小珍的母亲病情 近奇迹似的逐渐好转 只是心脏和耳朵仍有些问题 但这已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妈 你感觉怎么样了 这几天好多了 你母亲的病情好了许多 虽然心脏和耳朵仍有点问题 但能恢复到现在这样 已经算是奇迹了 过去和现在完全不同 那时候的人比较保守 堕胎的人为数并不多 不像现在道德沦丧 混乱不堪 而且小珍的母亲也没有做过任何晚期的堕胎手术 所参与的堕胎案例也比现今的妇产和医生少得很多 但是她的现实报应却依然来势汹汹 在这里我奉劝所有人请爱惜生命 哪怕只是微小的生命 我们都应该珍惜 请一起来挽救这混乱的世界吧 多谢观看 接下来请收看 无题如是说 以空性的智慧与无私的慈悲 融化世上的一切吧 不断地自我关照 与完全奉献自我 将能使我们战胜长洁的无名 完成佛陀的伟大生命 慈悲是我们生命的唯一力量 当众生喜欢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对众生慈悲 当众生不喜欢我们 伤害我们的时候 我们也要对众生慈悲 不生怨心 绝对的慈悲 我们要对自己有这样的决定 慈悲就是希望众生 都能够得到真正的幸福快乐 而不只是在追求刹那 浮浅的快乐 将正有慈悲心的人 必然希望众生 都能够得到永恒的安乐 怀着慈悲心的人 应该引导众生 走向正觉之道 走向涅槃之境 真正的慈悲 是遍及一切生命的大爱 它不只局限于自己的家族 自己的国家 或自己的宗教信仰 慈悲是没有国家与民族的分别 真正的慈悲 是拥抱一切生命的平等大爱 慈悲是一种责任 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决心 真正的慈悲心 不是在特别的时候 面对特别的对象 才予以关怀或帮助 慈悲的心态是广大的 超越的 超越的实际的与持续性的 慈悲是从理解的基础而来 当我们真正理解了 就不会怨恨他人 理解就是了解众生的苦 并且了解一切众生 都曾为我的父母 今天众生伤害我 是因为他的不了解 如果了解空性与原起法 就能深刻地了知 一切众生在轮回的过程中 无一不是我的父母 慈悲是超越世间爱的理想 世间人的爱 人包藏着对自我的执着 还有对立与条件的束缚 无私的慈悲 超越了世间爱的范畴 但他依然要透过世俗的爱 才能尽次实现 广阔无私的慈悲 才是人世间的真爱 世俗的爱 是增长慈悲的基石 而诸佛的圣爱 是绝对无私 广大 且清静圆满 慈悲是一种奉献 它不同于世俗的爱 因为慈悲是超越对立 与自私的状态 慈悲是最圆满 真实与清静的爱 就像一轮满月一般 圆明温暖 并且变照一切 佛电说 修慈悲心的人 水不能淹 火不能烧 刀不能伤 乃至恶贼也无法伤害 磨更不能侵犯 慈悲是我们最好的护卫 有慈悲心 就不会遭逢灾难 慈悲心的功德 将是一切怨敌 折服与归顺 慈悲不仅开阔了 我们的心性 更丰富了我们的内涵 慈悲的生活 有助于减少压力 对立与孤独感 慈悲还能增进信任 互助于快乐因子 请抛下防备 专专与这个世界 一起过着慈悲的生活吧 慈悲能够降服怨恨 也能制止战争 慈悲能调柔身心 也能治愈疾病 真正的圣者 并不是拥有多么强大的兵力 或权力 真正的能者 也不在于精通一理 或拥有多么可观的财富 真正的慈悲 是完全站在他人的立场 为他人着想而产生 当我们能够为他人 多想一分时 我们的我值 也就多轻松一分 幸福快乐 绝对不是由自私自利而来 慈悲 是最具有感染力的魔术 一颗真实的慈悲心 将会影响人们的生活 一颗真实的慈悲心 可将周遭的一切人事物 转为柔和与良善 仅依靠着一颗慈悲的心 就足以改善我们的恐惧 不安定的生活 慈悲心 就像滋润万物 生长的火水 不仅能够调柔 我们的心性 也能滋养 增长我们内在的特质 以及生活的品质 慈悲是我们生命中 绝对的依赖 慈悲并不困难 因为奉献 是由同情的心情而出生 愿意奉献的心情 也是一种慈悲的表现 慈悲是任何人都可以学习 与实践的修行 只要我们拥有最基本的良知 就能够将它发展为无私的慈悲 以慈悲为动机 才有可能证得 忽热波罗蜜多 离开了慈悲心 就不可能得正事项 若我们希望圆满悲心 也不能离开空性的观照 我们必须随时分析 诸法皆空 不要让执着加深 如此 我们将能渐渐达到 悲至圆满的境地 以慈悲的心作为寿命 这才是我们活着的唯一意义 正在慈悲的立场 我们连恶人都不应该憎恨 相反的 我们对于恶人 甚至应该更加怜悯 以憎恶人都不应该恶恶 只会永无止境 以怨抱怨 只会怨愁无尽 抽离对立 我们才能开放心灵 并且看见问题的症结所在 能活到几岁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活在这个世间上时 能利益多少众生 这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问题 我们要以人为寿 以仁慈的心 超越对寿命长短的执着 慈悲心是我们最有力的护法 慈悲心是一切资良的基础 慈悲心是一切功德之所在 在佛陀的教育中 慈悲心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特色之一 也是每一位佛弟子 所必修的课程之一 慈悲就是超脱自我的 无私大爱心 智慧就是认清万法的本质 都是空性 无自信 永无恒常性 利用我们生命最为有效的生活模式 就是以智慧和慈悲过生活 生命真正的依靠 就是慈悲 慈悲才是生命中最好的宝藏与依靠 爱心 斗角 真正的慈悲状态 是从没有一个生命被抛弃过 任谁都可以具足慈悲心 只要用慈悲心 只要用慈悲心生活 就拥有最高尚的快乐了 生命的魅力 就是我们的慈悲心 以及对于生命的直观智慧 慈悲伟大的佛陀 就是由于对生命本质 观察的透彻 因此生起对于 一切生命无私 平等的慈悲心 以如此的大雄之姿 教化人间 抚慰众生 佛法的毅力就是慈悲 佛法的根本精神 就是由无我的智慧 开展出无私的悲心 慈悲就是佛 慈悲就是佛法的根本精神 掌养自卑就见佛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苏格的作品》 欧持台湾燃灯功德会 邮政化波 入面社团法人 台湾燃灯功德会 化波帖号 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 供灾点灯慈悲失实要供焉供 皮皮虾的果报 皮皮虾 学名虾姑又叫爬虾 俗称皮皮虾 螳螂虾或赖尿虾 黄太太非常喜欢吃皮皮虾 每到皮皮虾上市的季节 她都会大量购买回来料理 而且每当宴请亲友时 她也会做上一盘皮皮虾来招待大家 大家快吃吃看我做的皮皮虾 你呀 从小就喜欢吃皮皮虾 都这么大年纪了 还是这样 不满您说 皮皮虾我还真是百吃不厌啊 嗯 味道很不错诶 难怪你会这么喜欢吃 你这皮皮虾是怎么做的 嗯 其实做法很简单 主要是皮皮虾要很新鲜的 我可是一大早就去海鲜市场 亲自挑选买回来的 黄太太 你来看看我这些皮皮虾 都是今天刚从海里抓回来的 很新鲜呢 嗯 今天的皮皮虾的确很新鲜 我满意些好了 好好 不新鲜的虾哪能入你的眼啊 哈哈 你真会说话 皮皮虾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清蒸 先把皮皮虾洗干净 为了把皮皮虾洗干净 黄太太会用毛刷来刷洗皮皮虾的腹部 由于刷的时候太过用力 经常会把皮皮虾的腿折断 为了保持皮皮虾原本鲜甜的美味 黄太太会残忍地直接将它们活活蒸熟 而且在蒸煮的过程中 甚至还可以听到皮皮虾在锅内拼命挣扎 撞击锅盖的声音 哇 这味道可真香啊 怎么样 这种做法很简单吧 唉 难道你没想过 这样的做法对皮皮虾来说太过残忍 太过煎熬了吗 残忍 我并不觉得 你想想看 你用刷子刷皮皮虾的肚子时 它们感觉多么的痛 它们的腿也因此会被折断 而且当它们被你放进锅里活生生地被蒸熟 那种感觉得多痛苦啊 皮皮虾不就是让人吃的吗 你这种想法很不对啊 我们不应该去杀生害命 那可是会遭受恶报的 我才不相信什么英国夜报 黄太太对于亲朋好友们的劝告 丝毫没有放在心上 依旧我行我素 仍常常到市场买皮皮虾回来料理 真好吃 嗯 吃饱了 我该去睡觉了 回到房间后 黄太太才刚刚躺下 她的先生就隐约听到她哭泣的声音 当她去卧室查看时 只见黄太太趴在床上 双手举起 腰向上攻击 样子就像是皮皮虾一般 老婆 你是怎么了 我好苦 好渴 我浑身都好痛 连手脚都好痛 老婆 老婆 你到底是怎么了 我不能跟你走 我放不下我的家人 老婆 老婆 你快醒醒啊 我不是你老婆 我是她前几天 被活活争死吃掉的皮皮虾 啊 这怎么可能 难道老婆被皮皮虾附身了 我在锅里受了多少的苦 又烫又热 我口渴死了 我死得不甘心 我要喝水 我要喝水 好 好 我去倒水 弄水给你喝 黄先生觉得事情严重 于是便请来两位修行的亲友 陪他在黄太的身边 恭送地藏经 师兄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也不知道 我老婆半夜就突然变成这样 怎么回事 黄师姐这是被皮皮虾的冤魂附身了 天啊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事到如今 我们只能替黄师姐哀求忏悔了 我们一起来恭送地藏经 回向给那些死去的皮皮虾 往生极乐净土好了 嗯 现在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那我跟你们一起送金回向 大家一起送读了七遍地藏经后 黄太太才醒了过来 对刚才发生的事全然不知 咦 师兄师姐 你们怎么都来了 黄师姐 刚才发生的事 你一点都没印象吗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呢 老婆 你刚刚吓死我了 刚才你被皮皮虾附身了 啊 被皮皮虾附身 你是在开玩笑吧 师兄没开玩笑 黄师姐 傻生是会遭受恶报的 是啊 多亏我们及时为你送金回向 帮助那些皮皮虾往生极乐世界 否则你恐怕会有性命危险啊 啊 这是真的吗 从那之后 黄太太渐渐相信因果 也深知万物生命的平等与可贵 便从此开始发心吃素念佛 一直到现在 甚至影响她的先生及家人 也经常跟着她一起吃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